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香港奇案之前跟大家做過好幾集,每單案當時都很轟動,而這些案件亦都可以找到兇手和死者之間的關係還有殺人的原因,不過凡事都有例外,有一單奇案裏兇手和死者不單不認識, 連殺人動機到現在都未知是些什麼,雖然兇手過去有解釋過為什麼會殺人,但是旁人眼看,他的自白比較像是一個精神病患的風言風語,而這一名的兇手最終都是被判謀殺罪成的,意味著在法庭的角度來看,他是沒有患任何精神病的,因為如果他是一個精神病患的話,就不會判謀殺, 而又是誤殺,講咁多,這一單案件到底是什麼呢,就是香港經典奇案的雨夜屠夫案,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先啦。 1982年2月12號早上,大約9點50分有一個地盤工人在香港沙田城門河先後發現到一個女性頭顱,還有飄浮著雙腳,而警方同法醫接報到延場之後經過法醫檢驗,發現這些截口相當整齊, 懷疑那屍體被人用電鋸截開,死了大約5至10天啦。 接手這單案的調查兇案組人員根據頭顱面部膚色,推斷死者可能是水上人,年齡大約30至50歲死者, 在雙有三粒假的上屋門牙和帶著一對金耳環,頭髮又短,又欺梭,中間紮有一個假髮的計, 而警方就沉著失蹤人口檔案上去追查死者身份,一邊調查,一邊沿著城門河去搜查其他殘肢。 去到第二日中午,警方發現頭顱位置下游河道裏邊撿到膠袋,裏面裝有一相被人切斷的女性手臂, 而這個膠袋和前一日發現包著雙腳的膠袋是同一個相機公司的膠袋來的,值得一提就是它的右手手臂是有紋身的圖案的。 而這個圖案就是一把藍色的小刀斜向貫穿一個紅色的心形上面。 心形旁邊還有一隻藍色飛緊的燕子,但心形的頂端在肢解時已經被人切斷,有了這些特徵,死者的爸爸陳錫山看到新聞報道的資訊後, 就懷疑死者是自己的女兒陳鳳蘭最終憑著假牙和紋身確定成門河命案的死者, 就是當時22歲任職母廳大班的陳鳳蘭之後在馬鞍山大水坑填海地盤岸邊發現死者的軀體, 不過只是剩下骨幹和背面殘缺的肌肉。 除了找到死者的全屍外, 調查兇殺組人員也邀請了兩個男人去警署調查, 他們就是死者生前任職大華夜總會的常客, 其中一個就綽號四眼仔, 消息就講到,兩個人自從陳鳳蘭失蹤後就已經無再去夜總會捧場, 亦都無在任何一般場合再露過面, 當然警方就無在兩個男人身上拿到任何有用的資訊。 但其實有新聞報道講, 陳鳳蘭在案發當日2月3日凌晨3點離開大華夜總會時步伐不穩, 估計當時他是飲到爛醉。 言語不清的情況之下, 他是上了一架的士, 從此就無人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 當時亦都無人會想到這一個就是羽野屠夫案的開幕。 去到1982年8月16號, 在旺角度和彌敦度交界, 百老匯充曬公司的黑房裏面發生了一陣騷動, 浸在顯影液裏面的一批放大相, 全部都是人體的肢解相。 店員想起近日所揭發的人體肢解案, 認為件事有可疑, 向上級請示後決定報警。 而警方999控制中心接案後, 將這單案列了作, 求警協助通知附近的巡邏警員去了解。 巡警看完這批相後, 認為件事有可疑, 向上級報告交由旺角偵測部跟進, 偵測部的席日警官。 去到現場了解情況後, 向總部重案組的高級警司報告, 然後單案交由九龍總區重案組的總督察去接手調查。 重案組將這批相交由專家去鑑證。 專家認為這批相不是醫學圖片, 亦不是拍電影劇照。 而總督察在旺角召開偵測會議時認為, 這批相可能與同年2月11日在城門河發現肢解女屍案有關。 當時負責這單案的警司接案後, 就率領大批警員去到旺角警署了解情況。 經過法醫與鑑證科人員去到旺角警署一齊研究案情之後, 相關人員亦都看完相片, 然後立即開會去談, 以及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重案組的鑑證科探員反覆檢視相片, 其中一張相片右上角有一個可疑的反光部分。 警員將反光部分放大一千倍, 發現是一粒水珠, 而水珠的表面反映出一個少女的半張臉。 警員就以這半張臉與失蹤少女檔案做一個核對, 發現她與7月2日失蹤少女梁慧心相似。 這發現令專案小組震驚。 警司就派了李達軍警長去到旺角白老匯衝曬公司按兇殺案的流程, 為店員錄取口供。 店員就講道, 那些相片原本是拿去尖沙咀分店衝曬, 但因為他們店舖的放大機發生故障, 先交給他們放大, 放大了之後都要逐一檢視, 保證這些相片品質。 當他們見到這麼血肉模糊的相片之後立刻報告經理, 談完之後決定報警。 警長就問他, 這類相片不常見, 店員就講道, 說偶爾也會見到, 但都是一些翻攝印刷品。 警長問, 翻攝印刷品和拍攝實物如何分得出呢? 店員就解釋, 說翻攝印刷品是會有網民的, 但拍攝實物就沒有了。 警長繼續問, 這些相片是由尖沙咀的店舖交給你們放大, 照片放大之後是交回尖沙咀店, 還是叫客人回這裏拿呢? 店員就說按規定他們是會交回尖沙咀的店舖叫客人拿回。 去到當日下午4點半, 李警長為這個店員錄完口供之後, 兩個人就一齊去到尖沙咀分店附近認人。 而這一個店員就指向分店裏面的另一個店員, 就說底片是交給他們沖沙咀的人叫張志立, 大家都叫他張仔。 而李警長之後入到沖沙咀店, 就表明身份對張仔講, 說現在有一單人口失蹤的案件, 就邀請你回警署去協助調查。 15分鐘之後張仔就帶隊尖沙咀警署偵測部去錄取後供。 跟著下來就有一些一問一答的對話。 他講道, 8月13號, 有一個顧客拿了13張底片, 去委託你放大, 你有沒有印象呢? 張仔想了想就說有啦, 那日的確是有人拿底片過來放大相片的, 問他有什麼問題啦? 警方就說現在還未知道, 所以就要你協助調查啦, 你識不識拿底片過來放大的顧客呀? 這個店員就說認識啦, 他是攝影會的同學, 然後就問他叫什麼名字怎麼認識啦。 這個店員就講道, 這個人他叫林過雲, 他在一年前參加窩打老道女青年會主辦的成人興趣攝影訓練班那時認識他的。 我們都喜歡影人看啦, 經常夾錢去請毛特兒裸體給我們拍。 他問道, 警方問道, 你有沒有看過他拿過來的13張底片是什麼呢? 他說, 那些是負片底片, 是要曬上後才可以看到內容, 我們店舖的放大機壞了, 所以就把底片交到旺角店放大, 他們曬出來我們才知道是什麼內容。 警方問他, 商片, 預定, 幾時曬好呀? 你怎樣通知他拿回的? 這個店員不繼續講啦, 他說預定8月17號會曬好, 他就沒有留電話啦, 每次他都打電話去到充電找我, 然後就問他知不知林國雲住在哪, 他說沒有確切地點, 但是聊過天就知道他在土瓜灣那裏住, 繼續啦, 警方問他做什麼工作啦。 這個店員就說他啦, 是做一個的士司機的, 時間呢, 去到那一日夜晚10點, 張仔就被人帶到去尖沙咀警署超過5個小時, 錄了兩份口供, 張仔就開始覺得有點不對勁, 就問警長啦, 說自己明天還要上班, 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呀? 警長跟他講啦, 見事有點複雜, 不理再等一等啦, 張先生再問一次啦, 你是不是無辦法聯絡到林過雲呢? 這個張仔好驚呀開始, 說不知自己怎樣找到他, 究竟發生什麼事, 就算他犯了法, 跟我無關的咯。 由於那批底片可能同梁慧心的失蹤案有關, 跟他是好有機會已經慘遭毒手啦, 雖然啦, 張仔就說底片是林過雲交給他, 跟林過雲是認識的, 但是他竟然無辦法聯絡到林過雲, 令到警長是起了疑心的, 林過雲是不是真有其人呢? 仍然是未知之數啊, 但是張仔是當時唯一的線索來的, 如果張仔就是他口中所講的林過雲的話, 給他離開警署, 他就會毀滅證據甚至遠走告飛, 你想捉返他呢? 當時來講是困難重重的, 警方可以扣留張仔48小時的, 到時已經過了裸賞日期啦, 如果是無人去裸賞的話, 張仔就會水勢都不清的啦, 一個小時後李警長向警司回報, 警司認為現在距離裸賞還有20小時, 越早確定張仔是不是林過雲越好, 之後李警長就對張仔講, 說張先生我將你的要求向上級反映, 上級表示警方是可以扣留你48小時的, 如果你是同意警方搜查你的住所, 證實你無辜的話可以還你自由啦, 聽了警長講的話, 張仔面有難識, 沒有講任何事, 然後警長就向張仔施喊, 就算你不同意, 警方都可以去法庭申請搜查令, 明早10點就可以到手啦, 張仔最終同意被警方搜查他的住所, 去到1982年8月17號凌晨3點, 警員徹底搜查張仔住所之後, 除了找到大批色情雜誌和圖片之外, 是沒有任何可言物品的, 對張仔最不利的就是找不到一絲與林過雲有關的線索, 張仔是不是林過雲本人這個謎團還未解開, 警方就將他列了作嫌疑犯地看待。 而李警長就改變了個策略, 他說暫時相信你無辜, 但因為你與林過雲相熟, 對方可能就會對你不利, 所以由現在起, 你是要接受警方的貼身保護, 直到危險性消除為止, 你明天是可以照正常上班, 但就不可以離開我們的視線, 否則就立即將你個人拘捕。 去到早上九點, 凶殺組第二隊的探員, 在波打老道女青年會, 翻查成人興趣攝影訓練班學員的資料, 就找到張仔和林過雲的記錄。 林過雲, 報稱就住在土瓜環貴州街安慶大廈, 警司就調派跟蹤組去到貴州街做監視。 去到早上九點半, 沙展就帶同探員去到美麗都大廈附近部署, 而張仔就如常返回店舖上班, 下午落了傾盤大雨美麗都大廈路邊, 亦都有多處的積水, 在街上擺賣龍眼的一個小販, 就無因為大雨而提早收檔, 仍然在雨中等候顧客, 沖曬公司又請了一些新店員, 這些陌生面孔不斷在店裏出現。 去到晚上六點, 沖曬店準備關鋪, 一邊的的士就淺起旁邊的積水, 在行人路停下了。 在指揮燈的閃耀照動下, 這個的士的車牌是BR2212, 一個身材受傷的男人在司機位那裏, 就爛出車外開著扇, 就好快速走入沖曬公司, 而賣龍眼的小販就望著他。 由店裏一個店員的口型到看得出, 就說到是他兩個字, 這一個男人入到店裏, 就直接去張仔問他, 那些相片弄好未, 張仔就回答他, 完全無問題, 跟著就對著另一個店員說, 就說陳仔麻煩你拿3452那一袋相片給我。 張仔按著探員指示對白所說, 就說最近經常有客投訴我們拿錯相片, 檢查一下先。 等下搞錯了我又要被人罵了, 林過雲就在袋裏拿了些相片出來, 第一張是倫敦大笨中, 第二張是英女王, 去到第三張先是他的傑作, 之後再有四張不是他拿過來衝光的相片, 林過雲就把六張相片交給張仔看, 就說到好彩我看一看, 有六張相片不是我的, 這十三張才是我拿來放大的。 張仔就提醒林過雲, 就問他, 對啦, 你看看片子有沒有搞錯, 林過雲是檢查完十三張的片子之後, 對張仔說, 好彩你們就沒有把片子搞錯。 張仔就繼續跟林過雲說, 如果沒問題, 你按單給錢給陳仔就可以了。 林過雲給錢給陳仔拿相時, 陳仔再問多一句, 他說這些相片是不是你的呢? 林過雲就說, 對啦, 都是我的。 陳仔收錢之後, 就把相片交給林過雲時, 突然就拿了一副手扣出來, 將他的左手鎖住, 就跟他說林先生, 我就是凶殺組李軍達警長, 懷疑你跟一單女童失蹤案有關, 現在就將你拘捕, 你有權保持沉默, 但是現在是你所講一切, 我們都會記錄錄來, 然後成為一個呈堂證供, 林過雲是沒有任何反抗的, 是一個驚惡的反應, 然後警員迅速就將林過雲帶走了, 而賣龍眼的小販, 亦都不理那一架木頭車上面的龍眼, 就想探員那架車就一齊走了, 而被探員帶回九龍天江道警察總部時, 林過雲的態度是好自在好從容, 沒有做任何的掙扎和抗辯, 林過雲就對警員說, 拿出來沖曬的一批底片, 就在的士後座發現, 說是一個戴眼鏡的乘客留下了, 林過雲亦都對探員說, 我一向都對拍照有濃厚興趣, 看完這些照片之後, 認為有藝術價值, 就選了一部份, 就拿去沖曬店那裏沖曬, 我猜不到這樣去惹上官非, 去到那一日夜晚八點鐘, 重案組探員為林過雲錄取第一份口供, 雖然林過雲講到合情合理, 但這批相經過鑑證後發現, 除了有梁衛心的容貌出現之外, 有一張照片是有一個紋身圖案的, 這一個紋身圖案是同陳鳳南被肢解案件有關, 死者手臂上是有紋身圖案的。 去到晚上10點鐘, 探員為林過雲錄取第二份口供, 探員問:「這批底片是何時撿到的?」 林過雲就說:「我記得是今年的6月28號發現的, 他這樣一說就立刻起疑心, 梁衛心是7月2號失蹤, 6月28號之前拍攝的屍體想怎會有他的容貌出現呢?」 警員就將林過雲列作疑犯, 扣起調查, 循著其他途徑去找一個線索。 根據檔案資料顯示, 林過雲是有封化案的案底的。 8年前, 曾經是在紅磡學園街, 困住一個少女的頸, 有所行動時, 事主就高聲喊救命, 附近街坊來到或將她制服, 將她交由警方帶走, 然後就控告她是非禮罪名的。 林過雲是裁定精神有問題, 判了入青山醫院接受治療。 警員認為林過雲是涉及尋鋒難的肢解案, 還有梁衛心的失蹤案。 去到8月18號晚上, 向羅便神法官申請搜查令, 押解林過雲, 就回到她貴州街的家裏做一個搜查。 探員, 在林過雲的房間起出了個千件證物, 包括三對用防腐劑處理過的女性乳房, 四個已製成標本的女性陰狐連子宮, 還有一批相, 一批手術工具, 包括手術刀, 止血鉗, 還有吸取液體的真空吸管等等。 探員後亦手出了44盒有編號錄影帶, 其中三合有名的分別是嚴肅的秘密與野行動和第四次行動。 探員就搜到梁衛心的兒童身份證, 還有一雙白色的女裝皮鞋, 一條白色的腰帶, 還有一個啡色的銀包, 銀包裏面有38元現金, 8張梁衛心的證件相, 一張雙科學校打字班的學費收據。 林過雲接受警長盤問時, 她在房間所搜出的證物, 是一個讀醫科的朋友, 暫時寄存在她家裏。 這個朋友去了美國, 現在音訊全無。 林過雲就對警長講, 大半年前她在香港大會堂參觀一個攝影展, 認識一個美國華僑, 她又叫陸展雲, 是美國解剖學醫學會成員距離香港旅遊, 在土瓜環木廠街一個出租單位住的, 林過雲就說, 陸展雲曾經帶她去紅磡溫斯爐街公眾臉房參觀, 這個是她第一次看到全情人體解剖的過程。 半年之後陸展雲就回美國, 將她的攝影和充器材送給林過雲, 又叫林過雲代她去看管這些東西, 也就是警方現在所搜到的東西。 林過雲又說最近收拾東西時好奇找到底片, 就拿去放大怎知惹了這麼大的麻煩。 警長繼續問, 在房間所搜到與梁衛森有關的物品, 到底是哪裡來的? 林過雲表示, 與梁衛森有關的物件, 在前1個月7月3號凌晨在的士後座拿到的, 她原本第二天想交給警署, 但一直都不記得, 所以這些物品就放在家裡。 經過警員的多番盤問後, 由於未有一個確切證據, 認定林過雲是兇手, 就好怕之後因為證據不足公敗隨城, 就以林過雲有精神病前科做理由 將她送入精神病院做一個檢驗, 由精神病專家用催眠方法去挖她內心的秘密。 林過雲, 由於性機能出現問題曾經被妓女, 當面霞落的令她覺得天下的封塵女子都可以殺, 由此亦揭發了另外兩宗同類型的兇殺肢解案。 原來陳鳳蘭遇害三個月之後, 在5月29日凌晨6時31歲, 做康樂中心收銀員的陳雲傑, 剛剛落班, 就坐了林過雲的的士, 走了, 從此人間蒸發, 事發一個月左右, 6月17日凌晨4時, 27歲, 做夜總會適應的梁秀雲都落班, 同樣都坐了林過雲的的士, 同前兩名的受害者都一樣走了一條不歸路, 林過雲認為殺死陳鳳蘭, 陳雲傑, 梁秀雲是替天行道的, 同時亦都令死者可以及早輪迴, 不用在世界上受苦。 而殺害梁衛森林過雲於心有愧, 對方就不是封塵女子, 只是因為自己狂性大發才將對方殺害, 而為了彌補過錯, 林過雲將她視為妻子, 了解完林過雲的心理狀態之後, 警員就梁衛森遇害這件事盤問林過雲, 林過雲之後承認殺害梁衛森, 陳鳳蘭、陳雲傑、梁秀雲。 當時遇害梁衛森只有17歲, 一個普通學生為何會坐了林過雲的死亡快車呢? 原來梁衛森是一個應屆畢業生來的, 1982年7月2日當晚她去參加謝思燕。 謝思燕結束之後, 她就無跟其他同學一齊去開心去狂歡, 而是在路邊等的士, 希望盡快回家, 因為時間都不早了, 將近夜晚的12點, 就是在這樣的陰差揚錯之下, 梁衛森就坐上了林過雲的士, 雖然林過雲只是會殺夜場女子, 就算林過雲和梁衛森聊天之後知道她是一個普通學生, 但最終都沒放過她, 成為林過雲口中的一個例外, 亦都做了一件之前沒做過的事就是監視, 之前提過有三盒寫有名的錄影帶, 就是林過雲用來做拍攝紀錄, 她對這幾個受害者進行監視的過程, 而嚴肅的秘密就是記錄了她怎樣肢解陳鳳南和陳雲傑, 而宇野行動就是用來紀錄梁衛森第四次行動, 就是用來紀錄梁衛森不過林過雲肢解她們, 就不是單純想處理屍體, 而是想將她們的性器官切了下來造成標本收藏, 她亦都會將乳房和子宮放入膠盒浸在藥水中用防腐劑浸住她, 而其他的殘肢就會找地方去丟掉她, 除了陳鳳南的殘肢丟掉在沙田火帶一處的山坡草叢外, 其餘都丟掉在大坑上。 其實看到這裏可能都會感覺到林過雲是精神有問題的, 不過如同你講她在肢解梁秀雲, 破開她土皮、滑瓶裏面的腸, 甚至乎她會放入口品嘗, 你會不會覺得她更加心理變態呢? 不過可能連林過雲自己都覺得噁心, 所以最終是沒有吃下去的。 而去到殺害梁衛森之後, 林過雲就沒有好像以前那樣直接進行肢解, 而是侵犯了她, 之後又將梁衛森的性器官切了下來, 這些過程全部都記錄在她自己所拍攝的第四次行動中。 可能林過雲對於梁衛森有特別的情意結, 有別於以往她就沒有做一個隨便棄師, 就對她進行了一個埋葬, 其實林過雲每次作案除了有拍攝路景帶之外, 亦都有拍不少的相片, 但拍攝到的相片想要拿出來看, 就要去找充曬店幫手才看得到。 看上不正常的林過雲都明白這些底片, 不可以貿貿然拿去給不認識的人去做一個充曬, 如果不是人家一看,自己會有麻煩的。 所以她想了好久, 覺得如果被人去曬照, 不如自己學識她啦, 自己曬啦, 所以她報名報了一個攝影班, 反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認識了班裏面在影相譜做的張志立, 林過雲終於找到一個能夠欣賞自己作品的機會啦, 她說對張志說, 說自己在臉房做兼職攝影師, 為人去影解剖屍體的相片, 合理化了底片的內容, 而張志為了不要嚇怕同事, 她都會親自幫林過雲去充曬照片, 所以就算林過雲曾經四次充曬照片, 亦都可以門天過海去到1982年8月13日, 林過雲就想將梁惠心的肢體相放大第五次 光顧張志任職照相館, 剛好這間店舖的放大機是有故障啦, 張志於是乎就將林過雲的底片交去旺角分店放大啦, 由於放大照片整個過程都是人手操作的, 當分店充洗完, 將相片充洗之後進行品質檢查時, 才發生這宗雨夜屠夫案啦。 順便講吓啦, 這宗案曝光初期, 林過雲就不是被人叫做雨夜屠夫的, 傳媒是以香港屠夫這一個名叫他, 不過林過雲本人就不滿意這個稱號啦, 以不合作做要脅, 就要警方向傳媒去傳達, 要叫他做雨夜屠夫, 好,因為他是下雨時出生的, 和四個受害人遇害時都是下雨, 不知是否巧合啦。 還有, 這宗案還有一個爆點, 林過雲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個連環殺手, 可想而知, 這宗案在當時是有幾這麼轟動、 有幾這麼震撼呀。 而林過雲被捕初期, 亦都是不停講大話誤導警方啦, 就說那些相片是一個在東方日報做的四眼佬叫他拿的, 就約在土瓜灣貴州街門市部門那裡會合啦, 而警長就發現沒有四眼佬這個人啦, 跟著就去了林過雲所住的安慶大廈做一個搜查啦, 就找到死者的性器官、 財物、防腐劑、解剖書、手術、器材。 同時警方是將所手獲的部分照片 是交給受害者家屬去做一個辯認啦, 去證實這四個受害者的身份啦, 由於林過雲, 他弟弟林國強跟他父親林偉樂是住在同一個單位的, 所以其餘兩人都被人帶了回去警署協助調查啦。 雖然林過雲每次行兇都在的士上面, 但是肢解過程在他們家裡進行的, 特別是林過雲和林國強是躺埋一間房的喔, 而林過雲每次殺完人之後都將屍體收在家裡。 警方認為林國強不太可能不知道自己阿哥做了些什麼, 林偉樂經過警方扣郎問話三天之後就放出來啦。 林過雲表示, 由於自己上班時間和阿哥不一樣的, 好少見到阿哥和從來不會碰過的東西, 對這件事毫不知情。 由於林過雲不合作, 警方安排父子三個人開過家庭會議, 又希望利用林過雲的家人有一個盡快獲釋的心理脅迫, 令到他承認責任啦。 他老爸林偉樂就對林過雲講啦, 你弟弟就來結婚啦, 如果這些事是你做的話, 一人做事一人當, 不要害人啦。 而林國強就破天荒以阿哥去稱呼林過雲, 希望打動他啦。 而他媽媽張健平也去到警署勸過兒講出真相啦, 林過雲最終是整件事講出來就承認所有事都是他做的, 和家人無關, 和協助警方找回死者的殘肢, 但警方仍然堅信林國強有參與這案件, 落案起訴兩兄弟四項謀殺罪, 而將他們壓去新蒲江裁判師提堂兩個人被他保釋, 送去小濫精神病院治療中心接受觀察, 林過雲對裁判官說冤枉, 最終因為證據不足獲釋的, 林過雲就被醫生證實, 神志清醒, 致力超過130, 是適宜答辯的, 而控方表證也成立案件轉到高院審理的。 而1983年3月3號, 這件案件亦開審, 由案冊師廢白主審, 吸引了好多市民去到高院外邊圍觀。 而根據辯方律師的要求, 法官選出來的七個陪審團全部都是男性, 為免旁聽者受驚, 只有控辯雙方律師、 法官、陪審員可以看到林過雲所拍攝的錄影帶, 死者的器官無需提堂。 控方先後傳召警方人員、 影相管職員、 法醫官、 科學鑑證科人員和林過雲的家人出來作供。 林過雲在控方辯證完畢之後見證據確鑿發網難逃, 於是他承認誤殺, 希望博取減刑。 但是控方不接, 法官跟陪審團說, 無需理會他有無殺人, 只需要考慮是誤殺還是謀殺。 而雙方之後林過雲犯案的精神狀況進行辯論, 傳召了五個精神科專家作口供, 說他對女性有不尋常的癖好, 但有兩位說他精神不堅存, 不可以自我控制。 這案案審了21日。 同一年4月8日, 法官引導陪審團作出一個裁決, 表示如果他們認為林過雲犯案時可以自我控制, 判他謀殺罪成。 如果是精神失常不能自製, 裁定誤殺, 陪審團退庭談三個半小時後, 一致認為林過雲神智清醒, 只是想滿足他的異常性慾而犯幹, 裁定他所有謀殺罪名成立。 而法官判處林過雲還首死刑, 死者陳鳳蘭的父親認為判決公平, 而林偉樂亦認為兒子罪有應得, 不會再浪費公帑上訴。 雖然香港當年仍然會判處謀殺犯死刑, 但1967年起已停止執行判決, 按照慣例由香港總督或英女王赦免死囑死刑。 所以這宗案件完成訴訟後, 港督當時赦免林過雲死刑, 就在1984年8月按照慣例改判終身監禁。 其實林過雲的承摩之路都不是無則可尋, 首先由他的身世開始講起, 林過雲原名林國瑜, 1955年5月22日在香港出生, 他父親林偉樂有三個老婆十個子女, 林過雲是大兒子來的。 由他的政室張健平所生, 1957年至1962年, 他父親在文來石油公司工作, 林過雲和他妹妹跟媽媽去到當地生活。 他父親的妾侍和同父義母弟弟妹妹一齊住在公司宿舍, 林過雲曾經在文來就讀幼稚園小學, 他父親在管教林過雲方面是被其他子女嚴厲的。 而林過雲就在1962年12月跟了家人回到香港, 搬入官堂自治單位, 在一個政府小學讀書, 成績通常都是10名之內, 大約11歲畢業就讀初中。 去到1968年, 他父親轉職去中華電力公司, 要求林過雲上午在深水埗利馬鬥中學就讀夜晚, 在理工學院讀夜校, 導致林過雲的數學成績追不上進度。 1970年, 他父親開舖賣電單車, 要求林過雲每日放學後幫忙看舖。 林過雲的成績亦都是因此走下坡, 和父親的感情轉差, 經常被他父親又打又鬧, 和趕他出門口。 情況一直持續到林過雲, 讀到中學四年級, 中學畢業後就開始在官堂他父親所開的機車店, 任職後去一個親戚家做一個冷氣學徒。 去到1973年年頭, 林過雲和他父親爭執後被人趕出家, 在紅磡學園街的一個公廁附近, 用刀去脅迫一個女人進入公廁用手摸對方下體, 結果被捕。 醫生說林過雲精神有問題, 不適宜受審或判監, 判入青山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接受102日治療後獲准出院, 亦改名林有強。 林過雲年約19歲時, 家人就發現到他表現不尋常對女性的肉體感到興趣, 之後就發現他在官堂住所的廁所外偷窺他妹妹的裸體, 家人就要求他搬去土瓜環貴州街安慶大廈的另一個住所, 同老豆就有其他弟妹妹一齊住, 林過雲就同弟弟同房, 林過雲就躺在雙層床下隔, 他的弟弟躺上隔, 兩個人曾經有協議, 兩個人的物品分開擺, 大家不要管涉大家, 去到1978年, 林過雲就拿到的士牌, 正式做的士司機, 和再改多次名叫林過雲, 在1980年就轉了做夜間的士司機, 一齊住的家人每隔十四十五日才有機會見一次面, 1981年他突然對攝影有興趣開始研究攝影技巧, 就加入了攝影會, 而林過雲做了夜間的士司機一年之後, 他媽媽就發現他的行為有好大改變, 譬如不肯洗換衣服, 不肯洗澡, 表現垂頭喪氣, 曾經在半夜, 見他家裡好像夢遊走來走去, 林過雲甚至在法庭表示, 他殺死第一個女人時是沒有犯罪感, 只是被一種憤怒所驅使, 之後殺第二第三名受害人上癮, 去到第四個時, 他已經是厭倦了, 有一個精神科醫生就說, 看回林過雲的行為, 舉止發現他不單止有一種精神分裂症, 而且還有性變態心理, 反社會人格等等多種性格, 不過從未發現林過雲的精神不健全, 而精神科醫生在庭上也有引述林過雲的說話, 從未想過殺人是對還是不對, 只是覺得好刺激、好舒服, 有專家認為, 林過雲與家人的關係疏離, 很有可能就因為童年過得不愉快, 沒有一個宣洩的渠道, 是習慣壓抑自我, 遇到某個時機點, 或者遇到有什麼事就會觸發到, 然後就會做一個失控暴力行為, 另外根據林過雲的親生媽媽張建平所說, 林過雲與他父親的關係在童年時間已經開始惡化了, 林過雲的父親對子女的管教非常之嚴厲, 經常對林過雲拳打腳踢, 有一次因為林過雲吃飯之前沒有跟其他家人說吃飯兩個字, 就蓋了他一巴掌, 將他撞牆, 大過後林過雲與家人的關係疏離, 好少與家人交流, 雖然在同一個屋簽下, 他經常將自己混在房裡, 亦不喜歡跟家人一起吃飯, 所以即使法庭不認為林過雲精神失常, 但不難看出林過雲的成長過程下有很大問題, 除了父母日常生活中缺乏應該有關愛和溝通教育之外, 亦無人會指導他正確性觀念, 長年累月令到他越走越歪, 去到1986年11月16日, 他父母在圓圓學院為四個死者供奉零位, 因為怕有人將錄影帶和相賣給傳媒林過雲, 所影的錄影帶和照片在案件審結後全部消毀, 部分受害者的器官現在保留在灣仔法醫總部作為實物教材, 這宗案件是促使香港成立《香港此科法醫小組》, 由於這宗案件揭發之後, 香港引發了很大的轟動, 在社會中亦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案發到今日, 那麼多年來也有不少電影和電視劇會用這宗案做題材或改編, 所以比較年長的觀眾, 尤其是如果看到這些劇情類似香港製作的話, 不用懷疑, 基本上其實都會有參考這宗案件。 林過雲被定罪後, 曾經在赤柱監獄服刑, 然後轉去石壁監獄服刑至今, 他那班農友叫他做NAM, 屬於甲級囚犯, 在獄中工場, 他是負責圖書釘莊工作, 每個月人工港幣幾百元, 他在獄中是獨自行動, 不會主動跟人談話, 亦都拒絕跟人講以前的事。 林過雲在監獄內紀律良好, 為人亦都很節儉, 經常都會看報紙, 醫學書籍, 宗教類書, 還有寫筆記, 亦都參加了獄中天主教, 基督教的宗教班, 教會義工都間不中會去監獄看他, 但就沒有家人去探他。 林過雲所住的監獄堆滿了報紙和書, 他又喜歡紫微斗數, 在獄有眼中是一個專家, 就連監獄的懲教人員亦都會找他算命指教一下。 去到2018年, 網傳說當年62歲的林過雲已經服刑服了34年, 提出的假釋申請已經獲得批准引起公眾關注, 懲教署之後表示林過雲沒有申請假釋, 只是刑罰覆核委員會按照每5年審核林過雲的刑期, 最後因為有委員擔心林過雲會重犯, 所以暫時不考慮改動或假釋, 所以好有可能林過雲晚年仍然都要在監獄度過。 這一個就是香港當年轟動一時的奇案來的。 你看得到, 其實就算他被人捉了之後, 都是選擇不停地說謊, 試圖掩飾自己的罪行, 如果他是一開始就預了被人捉的話, 我相信他所講的謊話是會更加完美, 甚至乎那些作案的工具、錄影帶、 甚至乎殘肢都不會留在家裡。 比較好彩的就是他沒想到這麼深遠, 終於只是4個人就捉走了他。 今集的奇案就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我們就下集再見啦,拜拜!